一个少年在大街上捡到了受伤的美女吸血鬼 为了救她献出自己的脖梗 抽干了全身的血 最后自己也变成了吸血鬼 想要变回来就得替美女吸血鬼找到丢失的身体 这是物语系列中的商物语所讲述的神奇故事 这一期我直接将商物语的乐学篇和冷血篇两期全部讲完 保证能归为看客老爷看个舒服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上一期解说 可以直接观看这期视频 看看人类和吸血鬼如何产生情感 再去回顾上期也不着急 担住阿良在成为最强吸血鬼认下心的卷属后 就意味着他也成为了吸血鬼 虽然能够拥有不死之身 可是阿良依旧想要争取变回人类的机会 这个机会就是他必须帮认下心 哪会被那三位吸血鬼猎人夺走的四肢 阿良在怪异专家冷眼眉眉的帮助下 有了可以分别单挑着三位猎人的机会 每赢一位就可以赢回认下心的一部分四肢 当然要想打赢这三位阿良就必须做好准备 他找了本帮求出在路边翻看 结果见到偶遇的女神宇川义 见到宇川义阿良立马紧张起来 满脑子都是上次宇川义的裙子 飘起来的感恩画面 遇见宇川义时已经是深夜的 天空暗沉的快要塌下来 阿良严肃地劝宇川义以后夜间少出门 万一遇见吸血鬼呢 难道宇川义反而天不怕地不怕地说 自己还有点期待呢 宇川义自然不懂 面前的阿良正因为自己倒霉遇见了吸血鬼 变成了吸血鬼而痛苦呢 阿良压抑挤了 突然他面无表情地喝吃宇川义 不要再因为同情他这个万年吊车尾而靠近他 阿良这么做 是为了不让自己拥有软肋 为了自己手战鼓舞士气 也是因为不想宇川义和自己有牵扯 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3月31日 阿良和猎人之一同时也是吸血鬼的陆基 在这昏沉的雨天里进行单挑 单挑刚开始 陆基一卷就把阿良的左手臂给打飞了 他并不给阿良撕心裂肺喊痛的机会 阿良绝望地到处逃窜 不过阿良发现自己的手臂重生的速度很快 于是他打算在天台上从背后偷袭陆基 结果两只手臂都被他打飞了 陆基的手变成了锋利的刀刃 疯狂地看着阿良 阿良一路逃跑 重新找出手的那一刻 他跳下了楼去 有了空气的阿良找出了一框棒球来 他学着舒尚的姿势 加上了自身超强的力气 他用棒球把一路向他飞奔而来的陆基右眼给打飞了 能快速再生的吸血鬼很少 陆基没有这个能力 于是他为了避免更大的生残 向阿良诚恳地投降了 继续下去 他也打不死阿良 这别提有多别屈 年轻人不想武德 随独基只能耗子为之 放弃了 阿良成功地拿到温暖下心的右腿 然后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 竟然也被在学校的宇川义观战了 宇川义表现得一脸后期 阿良本想再次冷漠地逼退宇川义 便心愿地说 再给我看一次你的内裤 我就跟你和好 结果宇川义竟然真的就那个啥了 阿良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虽然意外 但是眼睛却特别诚实 无奈的阿良只能把自己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他 拿到温暖下心 一口就把这腿塞进了嘴里 他变成了12岁的模样 阿良在战斗时被打飞的手臂会立马消失 然后再生 但是 扔下心的体质特殊 他的身体不会再生 被砍断 也不会消失 宇川义的接受能力很强 虽然超出了认知 但并没有太过慌张 而第一位猎人叫艾比 是为极其讨厌吸血鬼的吸血鬼混血儿 4月4日 艾比拿着巨大的十字架武器与阿良单挑 战斗刚开始 宇川义就偷偷在寻找未知偷看 他能处的十字架威力无比 阿良根本没办法接近他的身子 中途 宇川义端对阿良喊话 还不能放弃 对方失误 宇川义话音刚落 那十字架就飞来将他肚子打穿 照面一度 不能感到害难 愤怒痛苦的阿良 爆发出超越自身的超怪速度 利用宇川义的提示 而是阿良直接把艾比掐晕了 那不是人也妹妹从来阻止 阿良已经杀人了 哦不对 是杀鬼了 阿良在人也妹妹那 用300万得到旧宇川义的提示 这笔钱依旧是他一个人承担 加上之前的200万 目前总负债500万 于是阿良拼命地用心头血 灌宇川义的肚子 最终宇川义还真的复活了 得到作对的愣下心 变成了死去碎的模样 最后一战的对手 就是奇诺金卡达 他是个人类 也是奴走愣下心双臂的人 阿良不希望宇川义再受到伤害 所以他决定不会再来找阿良了 在阿良变回人类之前 这一天 阿良在金王的麦田中玩得很开心 阿良要求宇川义一定要在学校 等他重新返校再次交谈 宁别时 宇川义把自己的一件贴身衣物 借给了阿良 然而 交证这天 金卡达携吃宇川义 他用宇川义的性命 要先阿良投降 阿良在来到战场之前 向人也妹妹求助 人也妹妹只是无奈地告诉他 放弃为人吧 阿良是绝对不可能为了变成人 而牺牲朋友的性命 他解锁了新的能力 他的手可以瞬间变出超长的树枝 瞬间 就把宇川义救回 并达到了奇诺金卡达 阿良成功地拿回了任夏新的双臂 回想起来 这任务完成的并不艰难 阿良开始有些疑问了 是他们太弱 还是自己太强 还是 都有问题 阿良又觉得 作为小小的眷属 自己就可以轻易地打倒他们 那任夏新 为何会被打败 面对逼问的阿良 人也妹妹从怀里 偷出了任夏新的心脏 愣给了阿良 他说任夏新是在没有心脏的情况下 和那三维脸的战斗的 这心脏是人也妹妹偷偷夺走的 任夏新到现在都没有发现 人也妹妹主动归还了心脏 这下 任夏新真的可以恢复 完全体的 人也妹妹的工作 只是维持平衡恶意 现在任务结束 他也说不需要阿良 还拿五百万了 任夏新变回了原来的美艳 在将阿良变回人类之前 任夏新和阿良聊了一段很长的天 他们聊的是任夏新第一位眷属 那是位战士 这个强盗会让任夏新很放心地 把自己的后背交给他的高手 但是 他已经死了很久 他留下的腰刀心肚 成为任夏新的武器 这样的高手 是不可能被他人杀死的 所以他是自杀的 因为所有无聊 一般来说 吸血鬼活个两百年就会想死 而那位高手不同 他才变成吸血鬼没几年就自杀了 他将自己置身于日光之下 就像是故意死给任夏新看一样 从那以后 任夏新便不再收眷属 直到与阿良相遇 阿良的出现 那任夏新没有感受到过无聊 也许 是因为他是第一个赶下吸血鬼 甚至搏更了人吧 在这个屋顶 两人进行了愉快的聊天 他们的笑声回荡着 在任夏新要准备将阿良变回人类时 阿良却说自己饿了 吃完晚饭 再变回去吧 阿良迈着欢欣俱乐的脚步 从外面拎回两人份的食物 每上一层楼梯 他都回想起 任夏新慢慢地从小还变回到 现在性感模样的美好画面 阿良甚至觉得 这个春假过得还真不错 等下一定要好好地跟任夏新道别 来阿良堂上最后一节台阶 他看见的是任夏新在疯狂地吃 其诺金卡达的身体 肠面 十分恐怖 任夏新发掘了阿良后 擦擦嘴角的血吐槽道 女士用胎食 站在一旁是很不礼貌的 然后任夏新还一问道 你们有把那个麻花面眼睛的 便携食物带来吗 任夏新说的是雨传液 原来 他一直以为雨传液是阿良的食物 阿良看到尸体 看吐了 阿良终于明白了 这几百年 任夏新一定都是这么吃过来的 将人的年骨带肉地吃掉 以后 任夏新吃过的每一个人 都是阿良造成的罪孽 阿良这样想 因为他是救了这个可怕的吸血鬼 阿良察觉到自己饿了 他又想到自己以后 会不会把雨传液也给吃了 阿良不是很想活了 在此之前 他发短信把雨传液喊来 雨传液鼓励他活下去 不要再逃避 面对这样勇敢无私的雨传液 阿良更觉得自己毫无加持 如果没有遇见他 阿良也许早就寻死了 阿良则被自己拿清帅的决定 导致了现在的局面 导致被任夏新杀死的人 都是他的错 阿良这样反复自责 现在他才知道 那三位猎人才是正义的一边 自己竟然与人类为敌的 阿良觉得自己没有资格 再成为人类的 如果他不自杀 总有一天 连雨传液都会变成他眼里的食物 雨传液听了 只是说 那就吃吧 如果不能为对方去死 我是不会称这种人为朋友的 阿良实在无法理解 雨传液为何能为他做到这种地步 因为 这是钢链时的朋友 雨传液给阿良的建议是 由阿良这个唯一的倦属 却杀了任夏新 阿良觉得可行啊 在此之前 他打算对雨传液提点无理的要求 他怕他死了 就太亏了 然而事实就是 即便雨传液同意阿良的一些无理请求 他连靠近雨传液的勇气都没有 雨传液被他还幻想了一些甜蜜的画面 直接百搭 而任夏新那边 也想明白了阿良之所以愤怒的原因 他也明白阿良一定会杀了自己 于是 他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在巨大的操场 两个超强的戏血鬼不断的互殴 因为重生的原因 两人根本死不了 任夏新甚至觉得有趣 任夏新告诉阿良 其实之前他也是人类 但是现在 人类对他来说只是食物 战斗场面十分激烈 但是中毒雨传液 跑出来让阿良停手 而任夏新并不想与传液插话 在这个攻击 阿良趁机找到机会 把任夏新的血吸掉一半 任夏新的身体 立马变成了小孩 雨传液看出来了 任夏新是打算让阿良杀了自己 那么说 变回人类的方法 是不是任夏新死去 这个疑问 让任夏新 矢口否认 最终任夏新还是成论的真相 500年前 他没办法把任何战士变回人类 那么500天后 第一次被救了任夏新 决定回来阿良二次 显然那个战士求死 似乎是为了阻止任夏新死亡 这下 阿良再也下回去插手了 随后 他大喊任夜妹妹 任夜妹妹确实出现了 他也一直吃掉任夏新的计划 最终 阿良用500万在任夜妹妹那 买到了一个解决方法 阿良把任夏新杀到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把他身为吸血鬼的特性和技能全部夺走 让他变成一个如同人类的吸血鬼 不用再吃人 但是 需要靠吸食阿良的血液为生 而阿良会变成如同吸血鬼的伟人类 变回了人类 但还是残留吸血鬼的一些特性 比如 再生能力很强 虽然任夏新不愿苟延残转地活着 可是阿良采纳了任夜妹妹的办法 最后任夏新在与阿良将共生 互相为一介的同时 也感受到了一丝温暖 选择 物语系列一直都是被受观众欢迎的一大系列 动画制作更是没有太多崩坏的场面 当然还是有一点啊 但是冲着喜欢物语 并且整理制作上来看 我另外可以无视掉那些瑕疵 如果看到别人在讲解物语 我直接甩上一句 物语一生推 只要你推物语 咱们就是好朋友 所以如果你喜欢物语 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能不能在弹幕评论区留下 好朋友 让我看看这期视频 有多少人喜欢物语 我虽然说是吸血鬼翻 但是却透露着恋爱的酸臭味 但是这个方向都不对 吸血鬼只是一个影子 情感只是一个浮现 商务语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 在为阿良如何变回非人 再变回人的冒险故事 其中探讨了人性 也是很有意思 在第一次遇到吸血鬼 有谁会牵住自己的窝羹 但是 对于任夏新这样的美女吸血鬼 我敢保证 屏幕前的老色屏没有百个 也有千个 如果导演敢把任夏新换成男的 可能故事 就有那么一点点 男人寻味了 纯爱翻 瞬间切换 至于物语系列 我个人也没有全看完 但是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看 观看村区 我没有发言权 不知道哪个大佬 可以在评论区公平 留下正确答案 如果可以的话 我会再继续更新 其他物语系列 你或者有什么好看的动画 或者动画的音音 都可以留言 我是少年 有名人有可爱的 九星人男孩 能为小华的解说 请点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 点赞评论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 请不吝点赞评论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